当意识专注地关注于某一特定伪装实相时 其意识忘我的聚焦于角色身份之上 这按人生蓝图剧本展开的持续实相 被我们叫做清醒的每一天 而其中的一次次间歇被理解为睡眠 在角色我睡眠时 内在自我所经历的实相被叫做梦境 可是只有很少的人真的知道 其实梦境与这个所谓的现实 都是用同一电子矩阵生成的伪装实相 其中构成不仅与人物角色的显像粒子 都是意识能量威力 所谓的梦与所谓的现实 没谁比谁更真或更假 更虚或更实 就好比你戴着VR沉浸体验头盔 在游戏选择界面中 设定自己的主用户名和用户形象 然后选择与切换入不同的游戏中 在某特定的游戏里 你又有与那游戏相匹配的人物设定 其中的角色性别与造型 服装与人物关系 和主账号里的你未必相同 你不同游戏里有不同的人物身份 这些人物之间彼此是相互平行的 且同时存在 各自有全然不同的故事线 各自有不同经历体验 当你从某一个游戏中退出来 回到主页面时 当你用主用户身份 查看不同游戏中的进度状态时 你是否就已经是那个真实的你了呢